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那么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开放我们的评论区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也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是感谢万博士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干货 好然后这个文美集团一直跟大家也有介绍了 也相信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应该了解 它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那么全美是有12家的办公室 为我们的这个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文美也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线资讯 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789 0942 还要呼吁大家来参加 这个文美教育集团联合了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 举办的第七届华人子女松柱美的奖学金活动 那么一到十二年级的在美华人子女均可以申请 那么报名截止日期就在明天8月12号 那么获奖的结果呢会在8月22号公布 那么29号呢会举办线下的颁奖典礼 还有教育论坛 我们鼓励大家报名参与 拿荣誉赢奖金为大学申请加分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教育新闻汇总 好的杨姐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近期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教育方面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新闻表示 由调查变体病毒的传播引起的感染 传播和住院的迅速增加 让许多人都措手不及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周更新了对学校的指导 建议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室内要佩戴口罩 包括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 在最新的新冠病毒救助计划当中为中小学校投入1290亿的联邦救助金 另外许多地方教育部门提供数据支持显示去年亲自上学的3到8年级学生 在英语阅读和数学评估中的得分高于那些参加线上学习的学生 在7月末8月初 教育部提出了Return to School Roadmap 为支持学生重返校园 并表示让学生重返校园措施的实施落实是不容置疑的 继续来关注到在近日 部分学校告知了US News 他们误报了用于计算学校排名的数据 这些学校的误报导致了他们的数字排名是高于最初使用正确数据时的排名的 由于存在差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这些学校移至了未排名类别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获得数字排名了 此外US News已经从学校的个人资料页面和US News College Compass工具中删除了不正确的数据 US News将继续处理每起数据误报案件 其中今年大学排名有修改的研究生学校包括 Saint Jon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和University of Piperdine 另外误报数据而修改排名的大学有 Eastern University Middle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和University of La Vene等三所学校 继续来关注到前段时间因为总统令美国拒签了500多名理工科研究生引发了热议 而近日美国国务院陆续公布了五六月的签证数据 公开数据显示五月份总共为中国学生发放了23,066份签证 创下新高 同时六月份数据依然显示33,896名中国留学生成功拿到了F1签证 近两个月共计有6万的留学生获签 另外五月从国内获取签证学生人数为22,611 其中北京有11,049份 上海有5,775份 比较疫情之前的数据 2019年7月共发放了21,781份F1签证 可见近日发放的签证数据是非常可观的 2021年7月20号 美国移民局宣布了一项关于转换F1学生签证的新政策 在美国境内从其他的签证身份转为F1学生签证身份 不再需要桥梁Bridge申请了 即递交I-539申请身份变更 只要提交F1申请就能待在美国境内直到申请批准 原桥梁申请政策规定 如果申请人从美国境内转换身份 移民局要求合法身份需维持在开课前30天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获批 申请人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延期费用 取消了这个政策后 申请转换的期间即使身份过期 在等待审理的期间 Pending身份均属于合法 但是过了开学时间 如果依然没有获得批准 那么需要和学校商量推迟入学时间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 美国疾病和控制预防中心发布了指导意见 建议所有处于大量或高传播区域的人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在室内公共场所都应佩戴口罩 而在某些州可能实施校园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 Steven给我们播报的这些教育相关的新闻 下面我来请问一下万博士 您要为我们点评哪条新闻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第一个我感兴趣的 相信很多家长也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美国大学排名 有什么情况出现了 大家要知道对于咱们华人来讲 那么在择校的时候 非常非常依赖这个大学排名 包括我们在做咨询教学工作过程中 很多家长上来直接 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温老师 那我们家孩子这种情况 能给我们申请到排名多少的学校 对 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哈佛耶鲁斯坦福叫哈摩普斯业 是吧 五个学校 都是排名最靠前的那些学校 所以呢 今天这个新闻 让我估计会有很多家长 看到这个新闻有点晕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接着这个话题 我跟大家聊聊这个排名 咱们华人不仅仅是华人了 就是说以华人为主的 这个很依赖这个排名的 为孩子做升学的在择校选择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吧 那么首先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排名是怎么来的 大家比较公认的如果来美国读书的话呢 比较公认的排名就是这个U.S. News U.S. News叫这个美国新闻 是吧 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媒体组织来应该说 他们包括他的一些个比较著名的报纸 U.S. Today 是吧 一些非常著名 当然它里边有很多的板块 搞ranking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其实也是它盈利赚钱的一个手段 ranking的话呢 当然它不仅仅限于是这个教育方面的排名 那它还有涉及到医学其他方面各个领域的各种排名 所以这个当然教育是咱们最关注的 那么这个排名本身的话呢 咱们通常都讲说美国有前50前100名大学 前200名大学 一般从U.S. News来说 一般是排到美国前200 排到前200 那么其实美国不仅仅只有200学校 美国一共有三四千所 包括综合性大学专业类的院校 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类的一些院校 这种大学级别的学校 一共有大概3000多所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它排名它并没有从U排到3000 它排到了前200 所以当然对于咱们这个华人来说 一说来美国读书 那就是最差 那么也得进个前100吧 是吧 那么进到前100的学校 当然这个就是说前100 那100哪来的 就是这个U.S. News排名 那么其实我从业这么多年 其实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最近10年 我从业的这10来年 那么这个变化就很明显 几个学校的榜单的变化 第一 前进速度最快的一个学校 前进了有50名之多 那这个学校叫什么 在波士顿 它叫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由原来的90多名 通过10年的快速发展 它现在是全美U.S. News排第40名的学校 那么这个是非常显著的一个 那么除了它显著变化 特别大的之外 前50的变化 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稳定 39 40 21 20 19 就来回这么变 就跟它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因为学校这种东西 本身就是一个慢的过程 搞教育就是一个慢的过程 所以各种东西也是比较慢 但是东北大学比较快 加州比较快 也有几个比较快的 冲入了前100的学校 原来可能连前200里都没出现 但是就进到前100 甚至非常靠前的排名 那比如说有一个学校叫 Santa Clara University 比如说有一个学校叫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这都是原来在洛杉矶本地的大学 但是最近几年一军突起 它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 National的可以排到五六十名的 这么一个学校 那么我怎么看待这个排名呢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和家长讲 排名这个东西要看 因为对于咱们信息有限的情况下 那排名起码能够说明它一个大概的位置 但是也不要过多的纠结 为什么说不要过多的纠结呢 有时候在择校的时候 哎呀我选这个39的 不选这41的 甚至夸张点 有的时候51的 甚至都可能比这39的更好 那因为这里边还有专业 各方面就业 各方面其他的元素 那么大学 当然它总是有不同的特重点 那这就是之前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学校 我说这个学校叫 华盛顿Seato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那这个学校的话 为什么有华盛顿西雅图 和华盛顿St. Louis 这两个学校都是顶级的大学 因为美国你做生意也好 成立教育机构也好 都是以州为单位的 是吧 尤其华盛顿又是开国的元勋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华盛顿州 我成立了一个华盛顿大学 但没想到 圣路易斯也成立一个华盛顿大学 所以那我不想改名字 是不是 那我在后边加个后缀 西雅图那边成一个 跟分校没有关系 不是说有分校 所以 那这个华盛顿西雅图大学 他在US News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他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学校 他在US News的排名 排到了56名 非常靠后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他在世界大学排名 有一个叫英国的 泰晤士报排名 在给他排世界大学排名的时候 把他排到了第15位 是远远超过了加州 或纽约大学 这个这些其他的 这些个 你知道这些在前50的 这些大学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评判标准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么但是 我还是建议你 优先看这个 你自己想要的重点是什么 你想学什么 这个很关键 那比如说是 这次 我看加州的也有几个学校 纽约的也有几个学校 是被低估了 是被高估了 是吧 那当然整体是被高估了 那么这些情况 那么对于咱们的影响 大嘛 当然不是很大 是吧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太纠结 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这个 圣约翰大学 表面说 哎呦 这学校我压根就没听过呀 那这学校怎么就被高估了 他应该排多少名 我从业这么多年 他一直稳居在综合排名 他是一个综合大学 National ranking university 基本上一直稳居在 大概是在130名左右 130名左右 那么还有加州的这个学校 叫University of Larwin 这个学校也一直稳居在 130多名左右 那么还有一个学校也是被低过 刚才我听主持人讲 是叫University of Piperdine 这是在玛利部 是在洛杉矶北部 非常漂亮的一个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呢 号称一种传说 什么传说呢 就是说因为风景太漂亮 在半山腰 山下边就是海 在一个山澳里面 特别漂亮啊 就是房价也很贵 在玛利部嘛 主持人应该知道 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风景 非常豪宅的一个区域 是吧 所以那这个学校 它偏文理学院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National University 它大概总在校人数 不到1000人 总在校人 它最厉害的是什么 它的商学院 全美排名 大概也是很好 潜的五六十名的样子 说一些阿拉伯的王子啊 公主啊 很喜欢 所以说开玩笑是吧 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富豪 当然不是马云这个级别的啊 就是比马云稍微低一点点的 这个级别的一些富豪的孩子们 啊 那么有一些是知名 也是比较知名的 也在这边读书 读商学院啊 读非常好啊 那么所以说 哎你去那边读书 哎你没准就给你娶个公主 王子回来 是吧 就有可能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说不能看 包括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St.Jones 表面说哎呀 130名的学校 绝对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在世界上在全美都是前几名的 两个专业吧 都很厉害 一个专业叫药剂学 药剂学 大家知道药剂师 在美国薪水还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那药剂学 它的药学院 药学院和医学院不是一回事啊 大家不要以为说药和医 它的药学院药剂师专业非常的棒 还有一个专业 当然这个专业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专业 因为它有地理优势 因为他在纽约嘛 在曼哈顿 是吧 那么他和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 他们应该是前几名的 同时开创了一个专业 叫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专业 风险管理专业 这个专业也是在全美排到 它的这个专业进到前十名的 前十名的 一说这个玩钱的 这都是比较有钱的 这个一些专业啊 要进投行的这种 所以你看一个一百多名的学校 都是非常棒的 那包括加州的这个University of Lewin 也是被刚才说什么低估被高估了 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 教育学专业也是非常棒的 教育学专业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在看待排名 那这个排名是怎么来的呢 它结合了很多因素 初步来说 当然生育 所谓的生育就是有多少人知道 每一万人 每一百万人 有多少人知道哈佛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这个University of Lewin 是吧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New York University 是吧 一个生育度的评估 对 那么毕业率的评估 转学率的评估 什么叫转学率 转走了 我不在这了 入学率的评估 入学率什么叫入学率 我录了 我来 我之前跟大家分析过一期节目 是吧 就是说入学率越高 说明这学校那什么 入学率低什么 我录了一万人 只有一百人来报道 说明我这学校是吧 不受欢迎 还有像这个毕业 几年毕业的平均毕业率 还有第一年毕业生的毕业起薪率 是吧 还有这个各种数据 大概七八项 综合出来给一个得分 最后看谁分高 是吧 这几年US News的排名 一直都是耶鲁第一哈佛第二 是吧 那大概就是前几名这些学校 是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我觉得正好 现在又是择校季 接着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 是吧 今天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 其实在择校方面 我还给你一个排行榜 你也可以参考 那这个参考榜不是这个 在美国其实不仅仅是 US News有排名 但是这个是最 公信力最高 或者最受欢迎的一个排名吧 那么像这个美国商业周焊 美国商业Business Week 也有一个排名 他就是在昨天 刚刚发布了一个榜单 就是美国排名前20 他只弄了前20啊 因为他就不如US News资源整合度这么高 他就弄前20 毕业生起薪中位数 前20名 你都想不到第二十名是谁 那前几名我就不说了 那肯定就是那些顶级的学校 那么第二十名你都想不到是谁 第二名是一个叫史蒂文森理工的 一个理工类大学 当然行内人是可能都知道 他是美国五大理工学院之一 像MIT 麻省理工 乔治亚理工 史蒂文森理工 纽约理工 加州理工 是吧 这是美国五大理工学院 非常棒的五大理工学院 那他是排名第一的 正好也是理工学院啊 是MIT 他是第二十 第一名是MIT 那么所以这些个 那当然这个薪水 那当然跟时代有关系了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是计算机时代 是吧 所以第二十名是这个 史蒂文森理工 第十九名是这个叫卡内吉梅龙 那么这些学校 那毕业之后起薪都在十万美金以上 中位数啊 当然说中位数不是所有人 所以说是这个排名的话呢 你要辩证的看 相对的看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看到数据背后的东西 你结合你现实的需求 而且还要结合你这个专业的特点 我这个专业是适合搞研究型的 还是很需要就业实习机会的 那这个跟你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 就是说想法 就是这个排名 对 第二个呢 我想跟大家再稍微啰嗦几句 这个 留学生签证 这个留学生签证的这个事情啊 那留学生签证的话呢 前一阵咱们做过一期节目来分析哈 那么 这个咱们抗议啊有效果了怎么着 你说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 因为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这种声明 因为他不想 这本来也不是他的初衷是吧 他不想说我不欢迎某个国家 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群体 是不是 那么 他有一种不欢迎的这种态度 让你们知道 那这个如果有了这种印象是不好的 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因素 是因为孩子们憋得太久了 是不是 一年多都没有人签证了 甚至 我之前说了 光在最近累积的 他现在累积的量是两年的量 对 所以他这个数量 翻倍我都不奇怪 甭说创历史新高了 翻倍我都不奇怪 因为去年录取的这批孩子 在国内上网课 他们也没签证啊 对吧 最近陆陆续续的我的学生们 我去年录取的学生们 今年也是去签证 所以今年是两班人 所以这个本身申请人就多 当然我通过数据来看呢 还是那句话 你在签证的时候呢 怎么避其锋芒 是吧 那敏感的东西呢 咱们就别往枪口上撞了 对 是吧 那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 有很多 很多条路可以走 是不是 那么只要是符合规范的 没有在他敏感的范围之内的 我觉得签证通过率 无论是在拜登时代 川普时代 还是奥巴马时代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么我依然觉得 美国是这个世界目前来看 第一留学目的地了 所以这个做好充分的准备吧 把自己的资料各方面都做好 做到位 把这个事情弄好 最后 我再啰嗦两句 这个关于这个开学的这个政策 开学的 我看各个州都在 讲这个各个州开学的这个政策 我比较相信数据 那么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就是要与病毒长期共存了 今天还有一个家长 我的两个孩子的家长 这个问我 万老师你能帮我处理一下跟学校退学费的事吗 哎我说怎么样退学费 你说我们家孩子 哎呀这个疫情是吧 还是决定上网课 这个我就在劝他是吧 我不劝 我在节目里我不劝任何数据啊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看了很多 因为我很关注这个话题啊 孩子们返校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那么我看到了很多数据 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的 大家知道 以色列是最早实现了 这个全民免疫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的疫苗接种力超过了70% 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呢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疫情也出现了反复 但是这个他的住院率啊 各方面专家的数据还是比较好 重症率都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打疫苗了 我觉得回学校应该是必然 但是那些没打疫苗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是没打 12岁以下的这些孩子们 那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每10万人 12岁以下的重症 不是重症率 是死亡率啊 我说的是死的人 不是重症率啊 是十万分之二 那就是五万分之一嘛 五万分之一 是吧 那现在全美大概 一共大概是 有三千万还是几千万 12岁以下的小孩子们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些死亡的他们统计的数据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有基础病史的 基础病史的 有一些本身的身体缺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家长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考虑综合的因素 我们如何与这个病毒共存 我觉得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孩子们在不断的年龄在增长 没有停 他们的周围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他们的视野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怎么样改变 是吧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数据 因为我天天在关注这些数据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谢谢大家 谢谢万博士 这个其实这个您是家长 我也是家长 这个今天这个 我女儿是已经打完疫苗 所以她已经去高中 已经上学了 而且我看 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家长 这个群组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表格 我看到了这个 因为我住在KD KD的这个12岁到17岁的孩子的这个疫苗 接种率是达到了96%将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华人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然后所以就说 让我会觉得 我的女儿在高中会更加的这个放心 这是我女儿的状况 但是我儿子是个小学生 他没有办法接种疫苗 就跟万博士 这个你儿子也是这个比较小 但是我今天也去到了学校本身 我发现 就是去上学的同学们还是挺多的 而且呢 学校本身呢 说实在的 有些家长会很有 很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顾虑 然后就觉得 你为什么不放隔板 你为什么这个桌子和桌子离得这么近 但是其实我认为 我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孩子有风险 但是在学业和目前 我们必须要和病毒共存的这种情况下 家长可能要真的是要放平心态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 告诉孩子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跟学校 跟老师去强调 让他们去戴口罩 然后多勤洗手 然后这个保持卫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不是永远把孩子关在家里 我觉得真的 真的是不是说是 你觉得再关一年病毒就没有了吗 就是目前看来好像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比较平常的心态 万博士来应对这个病毒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本身如果是你抵抗力好 这个病毒说不定就能扛过去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 不是说我这个不防疫 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科学的看待 好这是跟大家跟随着这个万博士说 我来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这个看法和想法 好然后这个也非常感谢万博士 给我们做的点评 那么文美集团大家也知道了 是美国很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资讯辅导机构 他们在全美有12家的办公室 是专门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同时呢 他也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的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可以到12年级 私校申请还有课后补习 文美集团同时呢 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的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 微信公众号美国文美 直接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那么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同时呢 这个赶快抓紧时间啊 如果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这个活动呢 是文美教育集团联合了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 举办的第七届华人子女松竹梅的奖学金活动 那么一到十二年级的在美华人的子女都可以申请 那么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在明天 8月12号 那么获奖的结果呢 会在22号公布 29号举办线下的颁奖典礼 还有教育的论坛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报名参与 荣誉赢奖金为大学申请加分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的直通车呢 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三 每期时间的下午五点到六点会不见不散 感谢万博士辛苦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